午茶时间来充电 一起来品味科技下午茶 哇哈哈 欢迎来到千鹿式放牛班 我是蒋元肯尼 这堂放牛班的主题是Bullloader 请朋友们放松心情入座 内容大纲就在你眼前 请先过目 我们马上要开始啰 Yo ho ho 继续 系统启动 System booting 我们以一台安装Linux的桌机为例 当你按下主机的电源键之后 你会在萤幕上看到一些不断跑动的文字讯息 这些讯息不断的往上 滑动 其实这代表说系统正在安装 驱动程式以及一些service 各位现在看到这段过程就是所谓的System booting 如果他继续的往下跑 代表说System booting很顺利 如果卡住或者是说 发生什么error讯息的话 那代表系统没有正确的 启动起来 而这边所提的System 简单说就是 OS 以刚刚的例子 我们的System就是Linux Kernel 而这个Kernel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呢 其实 它就是 一大串的0101组合而成的 我们一般称它是一个Image 我们以档案形式储存 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输出来说 就是CPU去执行这个System Image 进行booting的动作 但是System Image必须先 移到RAN 因为CPU必须 透过RAN 才能够把程式载进来 因此 SystemRAN 必须有办法 放到RAN 当然它自己做不到 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另外一块BIOS 因为BIOS是ROM CPU可以直接access它 而在BIOS上面有一段简单的 启动的程式 它就可以负责帮我们把 刚刚提的Image移到RAN 所以 这个动作 就是所谓的bootloader 因为System负责boot 我把这个System载到RAN 所以就是把这个booting的装置 移植到RAN 所以叫做bootloader BIOS可以接受你的Image放在常见的硬碟 当然你也可以摆一下光碟片 或者是说 放在USB碟上都可以 那我们也不要忘了 最近比较夯的是SSD 你的系统 放在什么媒体都没关系 BIOS甚至可以让你挑选你的寻找顺序 例如说你的主系统可能是放在SSD上面 接着你可以设定 先从USB碟去搜寻 再找光碟片 这样子 当你的系统出问题 或你要做一些特别的操作的时候 可以插入光碟或者是USB碟来进行处理 但无论如何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让System Image 可以摆放到RAN 这样子我们的系统才能够 顺利的跑起来 这个bootloader动作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boot manager 例如说早期的Lilo就可以安装双系统 或者说近期GNU的GRUB 这个B就是bootloader的 简写 它是一个执行于启动阶段的程式 负责将指定的系统 搬移至目标位置 所以 这就是bootloader最基本的说明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好奇 为什么用boot这个字样呢 其实boot是bootstrap的缩写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它来自一句谚语 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 所以boot这个字竟然是来自一个这么励志的一段话 有关系统启动的说明 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 迁入式系统的启动模式 迁入式系统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多样性 百发齐放 每个厂商都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所以我们刚才前一段所提到的 当你准备好你的system image之后 以这片板子来说 你可以储存在emac 或者是放在qspi的flash 或者它后面有一个 SD卡的插槽 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透过USB的方式下载 为了要方便选择 所以它这片板子提供了一个boot mode的选择 但无论如何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system image 摆放到ran 如果这边考大家是谁帮忙把这个system image放到ran 虽然迁入式 一样是靠boot的 但是它的实际做法会比较特别一点 以soc来说 vendor厂家推出之后 他并没有办法知道 它的客户最终采取的是 哪一种的ddr参数 因为ddr的 种类非常的多 所以虽然 soc内部会摆放一个boot long 理论上 boot long可以协助把你的image从 你的装置直接移到dran 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形式 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形式 还有这么多的参数 这个是 它的boot long是没办法拆得出来 所以 直接透过boot long一次就要达成这个 boot long的动作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一般会称 soc所内含的这个boot long只是第1阶段的载入 那第2阶段就是靠一个on-trip的ran on-trip的ran可以摆进第2阶段的载入的内容 它就可以知道 我目前的板子实际的参数 因此可以顺利的把我们的资料 摆到dran 这个是因为迁入是 它的一个特色之一就是客制化设计 每一个客户的设计不一样 所以对边的厂家来说他真的拆不出来 因此 这个部分的 下载就由客户自己负责 客户把 所需要的参数包括 我们刚刚提的ddr的参数 或甚至说 你要怎么控制你的pmic 电压要怎么送的顺序 都由客户自己 在撰写第2个boot long的 然后放到它的on-trip ran 因此 这样子就变成是两个阶段的载入 这是一般迁入式系统 会采取的方法也是 为了因应它的客制化结果 因此 透过这样子两阶段载入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掌声中把 我们的system image烧到我们的dran 以上就是有关迁入式系统启动模式的说明 单晶片的载入器 MCU是microcontroller的缩写 我们一般会用单晶片来称他 就是因为他有个特色是他会把 相关的flash跟ran都直接整合在他的这个IC里面 例如说 他会把noflash跟sran直接 纳进来 而对MCU来说因为他 可以直接sran或no 所以 对system image来说我直接把 资料放在noflash这样子就可以了 部分的MCU也提供boot-lon 但是他这个boot-lon的作用跟我们刚刚提的不太一样 他主要是协助 使用者能够将他的image烧到noflash 跟刚刚的boot-load是协助放到ran是不一样的 因为 我们一旦 把我们的system image烧到flash之后 这个是一劳永逸 接下来就不用再变了 至于我们刚刚提的boot-load是 每次开机都要再做一次copy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 很大的差别 那至于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boot-lon来烧呢 对许多rd来说会觉得奇怪 因为对研发人员来说 他如果要把image烧到flash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 透过jtech加上is 或者是透过crydebug 都可以 非常容易就把东西烧进去 可是这些东西在产线上是没有的 所以你一旦到产线上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image 根据你的需求烧进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透过我们刚刚提的这个boot-lon 以NXP 他所提供的boot-lon为一 他可以支援非常多的interface 而这个烧录动作 主要是烧到flash 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叫做flash的loader 或者你可以称他是 Rong的boot-loader 那我们要再次强调 他这种loader一次做完之后就 不用再来了 至于刚刚烧到Rong的版本是每次reset都会在load一次 所以这个是 比较大的差别 各位现在看到右边这些 基本的界面 这个就是看你的MCU有支援什么界面 那这个boot-loader会针对 这个界面来做下载的动作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UR 因为他很简单 只要 两根线 TX、RX就可以做通讯的部分 更多的细节我们会在点下的程式范例 来展示给各位看 当然如果你透过这种flashloader的方法的话 那么 你的System Image 同样的也可以在掌声中 就烧到你的MCU内部 关于单晶片的载录器说明 到这边告一段落 程式范例 今天的展示平台是NXP Kinectis系列 它的MCU内是512K的flash 我们的运作是这样 先汇入SDK的example 接着我先用SWD下载 再改成用flashloader下载 我会说明并比较这两者的差异 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程式嘛 提醒朋友们学习没有捷径 你必须认真的练习 基本的练习可以帮助你融会贯通 不断的练习能让你更上一层楼 GoGoGo 直律demo平台是NXP的MCU 我们使用的是他ID11.9.0版本 接着我就切到ID的环境 撰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式 我先直接做编译的动作 他的程式码 如各位现在看到在中间他会简单的做 在Console这边的输出 我编译完之后我就做下载的动作 各位要注意现在的下载是透过 JTEC也就是CWriteDebug的方式 所下载的 这个一般对RD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我把我们的Console 把它建立起来之后我就让它Free Run 各位可以看到从Console这边就有 不断的输出 就从01234这样子往下输出 这个是 一个简单的demo我们用这个来 对应等一下的实际输出 那接下来我先把这边 停下来然后把 我们的程式 断掉 刚刚下载的是 是透过AXF档 这个是 IDE环境 的Debug所抓的 我们可以透过他直接 Build in的 这个Close Confiler的工具 我们用 OBJCopy把它转成一个 Binary档 而这个转出来的Binary档就是我们等一下会透过 Bullloader的协助工具 也就Flashloader来做下载 好看完这个简单的Basic这个demo之后我们就切到Flashloader 他的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我先进行编译的动作 这个编译完成之后呢我就先带各位看他 对应的Pins的设定 如果要协助使用者下载的话那么 它的interface是很重要的 这颗MCU它有支援 I2C SPI等等所以他也针对SPI 或者是I2C 以及等一下我们实际是使用UR的界面 他有针对这些Pin假如都做initial 他在initial的时候会去检查如果有发现这个 interface有回应的话那他就会做连线的动作我们刚才已经完成编译之后 我在编译另外一个可以 进行实际下载的这个版本然后 接着我就把它下载到我们的 Tagget端下载到Tagget端之后 他就会处于等候连线的状态 等我连线完之后我就先让他直接 顺利跑起来接着 我就 打开 NXP提供的另外一个 Flash Tool 他就是可以烧进去的动作 我按了Connect动作之后 就是跟 我们现在版端的Flashload做连线的动作接着 我去选择我们刚才先转成的这个Binary档 这个Binary档那这次 下载就不是透过CyDebug 而是透过 目前的这个界面我们现在选择是UR 所以我现在就下 这个Update的动作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很顺利的就 完成下载 完成之后接着 我们就切到Terminal端 来检查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连线成功 各位有看到 我再 做一次 重启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这个Demo 就 继续跑起来 这个过程就是透过 Flashloader的协助 把我们的程式码 下载到 我们的Target端 这样子就可以 在产线上 做比较方便的烧录工作 我们今天的Demo 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哇时间过得好快 咱们就直划下句点 下一堂课再见 等你哦 quella 对 掉掌 那 撒 Yoda 疼 privileges 什么 叫赌